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早 我是杜云碑 獨立攝影工作者 不好意思 年紀比較大 所以去不要亂講 認為一個作為有意識的一個人 我們在生命當中 會去接受到很多的資訊 還有很多的經驗 我們總是會有一些感覺 或是有一些想法 那攝影作為我們一個熟悉的一個媒材 它就是成為了我 把這些感覺跟想法 轉化成一個藝術形式的一個工具 三天多以前我重新開始創作 那選定了幾個題目 其中一個題目是油浪狗為主題 油浪狗之以我並不只是一個社會的議題 而是我在台灣從小到大 生活中處處可見的一個記憶 伴隨這個記憶而來的 是一些情緒還有情感 經過很長時間的沉淺 我才找到怎麼樣把這些記憶 經驗 情感和情緒 轉化變成濃縮成攝影作品的一個方法 這一系列作品我稱為聖上像 這張像的設定十分的簡單 我就是在台灣的工業收入所裡面 以畫室或是攝影棚的文化 影像文化為基地 為表定當日安樂死的油漢動物 進行蝴蝶小小的拍攝 可以機上面 可以看到其中有幾個反應 也是因為聖上像的設定十分的單純 所以觀摺的感受可以是直接和直觀的 有時候藝術的形式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而這張作品有很強烈的力量 簡單的形式可以包含錯綜複雜的層次 可以確定的是 藝術創作可以是一個極度個人的行為 但閱讀藝術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極度個人的行為 任何一間藝術品 從不同的脈絡去閱讀 辯論和思考 它可以產生出無限多種的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也沒有絕對的高於低 對於我而言 藝術創作和閱讀藝術 其實有些時候可以作為 拋棄階級衣食的一個載體 這就是藝術極限的地方 這幾年來我參加過很多的導覽 座談、演講 或是會媒體書寫文章或是專欄 也在受訪的時候 暢談創作理念 還有台灣動物的文化環境 久為久之 我感覺到 身上像作為攝影作品 藝術作品 除了突出以外 其實任何的解釋和自我可惜 都是多餘的 身上像其實就是我的自拍像 他試圖回訪在生命當中 過往和現今的恐怖 絕望 淋與肉的苦難 對於出口的渴望 以及對於死亡的恐懼 如果一定要我賦予這個作品 一個可以被敘述的意義 我希望這段項可以讓大家去思考 他者 可以是流浪動物 經濟動物 身心上愛者 移工、外配等等 他們不只是數字 也不可以單純簡化成 社會的議題或是問題 他們是一個真真切切 有自由感的獨立個體 一旦我們有這樣的認知 都必須要靠到達人的利益 在我一開始拍攝這張項的時候 我設定的影像 是向變眾的流浪動物 以受害者的姿態被展示 他們悲傷 而且迫切了連視著觀眾 我本來以為 這樣的作品 才可以讓觀眾 去證實流浪動物的苦難 我本來以為 這樣才可以證明 這些生命 真真實實的存在多 我抱持著這樣子的想法 一直到我拍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當中的狗并不凝視的觀眾 他不需要觀眾的做事和同情 我卻深深感受到他的存在和尊嚴 這張照片雖然是我創作的產物 卻天翻地覆 和弄了我自己的靈魂 他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 與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其實都是表面的獎順 生命在本質上是平等 生命的尊嚴 與生俱愛 在拍攝這張照片的過程當中 我無意經常學習到 如何與死亡相處 縱使他們的病痛產生 行動緩慢 有些很恐懼 有些甚至為攻擊 你這些批判者 縱使他們的傷口的惡龍 照樣排泄物的毛髮 發出了陣陣的惡臭 我還是盡力地去安撫他們 又抱他們 正常人的創作過程當中 我無形地擺脫了一些許的 外在因素但有了不自在 進而去凝視 肉身催生處 單純與無垢的連繪 如果安樂死的步驟正確 注射過的狗 幾秒鐘以後就會失去遺失 這時我們就必須報警他們 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放置 在這個冰臨死亡的過程當中 有些狗被大小便的事件 弄髒我們全身的衣服 這總之讓我在夜深人氣的時候 想起了多年前過世的爺爺 還記得當年出國留學回來 的時候 爺爺到機場去送我 他可以過身子 流下了眼淚 當年以後 我完成了血液 回國定居 這時候的爺爺 已經是中風過後 過病在床的老人 在這人生最後幾年 年老和病痛 緩慢卻快速地 剝奪他與外在世界的連結 他的房間裡面 只剩下入窗的味道 和伴隨身體痛苦的時候 所發出的聲音聲 這一切的一切 都讓當年的我感到極度的反感 自在 在他的面前我變得疏離 而且不知所措 我的經驗並不是獨立 和盤見人的個案 我的一位好朋友 也跟我分享他的經驗 年幼時候的他 父母工作十分的忙碌 他從小都是父母 都是祖母帶大 他和祖母的感情就是要好 甚至到今天還上 都在講到祖母跟他的事情 他的祖母從發病到過時 只有混亂幾週 所以病情是急速地惡化 他知道祖母不久遇事 但他排斥探望 在家族和道德的壓力下 有時候不得不去探望的時候 他也不願意握著祖母的手 心中甚至厭惡與振奮情 這個他甚至深愛 與深愛他的人 當醫院來電 告訴祖母 死亡的消息的時候 當時的他 從你而起 我在社會學家埃里亞斯的突作 臨終者的故技這本書 如道 我們的世代盡可能將死亡和臨終 推到人類社會 與社交生活以外 臨終者和死者 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環了 對比歷史 今日社會對待死亡的態度 其實是在不自覺當中 因為社會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傾向 這樣子的傾向 在特定和主流資訊爆炸的時代 只會越來越快速 越來越嚴重 在我們所屬的社會環境 有讓動物被隔絕在收容索利 經濟動物被隔絕在屠宰場裡 至於人類 則是將自己隔絕在現代化狹隘的環境和形態裡 人們必必然的孤獨的死去 因為陪伴民眾者的人 並不知道如何善意地去 把他溫柔地去對待 多數的我們 其實很少有機會去思考 人類意識對於死亡的這一盤壓力 這其實是長久以來存在的一個試探 這是我在創作聖誕像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當代極度欠缺探討 也是我破切認為需要去面對的課題 如今如果我們願意去面對死亡這個功課 我們必須要承認死亡 是人類形象中不可活絕的主持部分 一年多以前 我第一次嘗到作為一個父親的喜悅 也必須面對餘兒代生 其實預告他不可避免的死亡 我只能祈求他在有限的生命裡面 感覺到充實和飽滿 也希望能夠陪伴他為死亡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謝謝